D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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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別聽了 我跟你說改名那個事你到底咋想的 我都跟你說了多少遍了 肯定不行啊 為啥不行啊 你說我在公司天天被人都欺負成什麼樣的 不都因為我這個名嗎 你說咱爸當初咋想的 給我起名叫豆小蛾 你這名出了合冤的 咱媽電話 咱媽電話 Hey what's up ma'am 臭小子你是不是跳街舞把家裡地板奔罪了 街舞 沒我 那地板怎麼罪的呢 可能是小蛾彈玻璃球給彈碎的吧 小蛾愛彈玻璃球 誰彈玻璃球的啊 哎呦我天啊 看見沒 連我親哥都冤枉了 還說自己冤枉了 好 新的一天又開始了 豆小蛾加油 我可能馬上就要被開除了 你在公司好好幹 有事給我打電話 哎大絮 有什麼事不能好好說嗎 怎麼就開除了呢 怎麼就開除 昨天我開車送老闆回家 不小心把他車給刮了 老闆給我這頓臭貌 你說這句嗎 可能是你把車撞得太嚴重 老闆才生氣的 一點都不嚴重 這不還剩個小燈子呢 自行車啊 可不就因為個自行車嗎 哎你說他至於不至於 老闆是不是針對我 小心樣子 摳 還埋他 說話一根海粒子 長得瞎爬城的精度似的 你說他 哎天天平 這我得說你兩句了啊 你說你騎車不好好騎 還怪老闆說你啊 再說老闆對你多好 你怎麼能這麼說呢啊 是 雖說咱老闆是 小心眼 摳 埋他 說話一根海粒子味兒 長得像瞎爬城京的 哎呀老闆 啥時候來的呀 我摳 啊 我稍微一點兒 我怎麼 我還瞎爬城了勁兒呢 老闆你誤會 大序你快點解釋一下啊 老闆 老闆那個 其實剛才這事兒 是我錯了 哦 大序 昨天死刑社那個事兒 我還沒跟你散完 你今天又過這麻煩 是不是啊 啊 你說你今天犯什麼錯誤了 老闆我錯就錯在 沒有及時制止小哪 這種哪裂的行為 在他說你壞話的時候 我應該把他嘴給它縫上 老闆我錯了 你罰我吧 我肯定要罰你啊 我就罰你大序 以後給我好好監督 窦小鵝這場 沒事去找老婆舌頭 老闆我努力 年輕人就應該不怕犯錯 不是 哎老闆你冤枉我了啊 不是我 逼賊啊 是你個小褶成天的 噴怕噴怕 沒完沒了 你從上班來幹什麼的 啊 啥也不說了啊 扣你二百塊錢 從這個月公司裡扣 哎老闆老闆你別 別跟我磨磨磨磨 嗨 太群之麻 什麼都不好 小鵝 我昨天犯了這麼大錯誤 你說老闆今天就知道我在背後說的壞話 你說 我還能在這個公司幹嘛我呀 行了行了行了大師 我就原諒你了啊 謝謝小鵝 什麼人呢這是 拜拜 下班一起做指甲喲 吹也吹呀我的腳放手 吹也吹不肥我吹 陪陪小鵝你把花瓶打碎了 跟我有啥關係啊 那麼你轉圈圈給轉碎的嗎 那那那那那那 那怎麼了是我轉圈圈給轉碎 那明明是大風刮碎的嘛 這可打掌啊 這是老闆最喜歡的那些花瓶 那你給我讓我想想 要不說是你打碎的 玩的 我跟你說大海你可不能冤枉我 你知不知道 小鵝 你說什麼呢 我是那種人嗎 我可是蠢眼 這樣 我跟老闆說 這花瓶是我打碎的 你就放心吧 唉 別看他平時有點傲酒啊 但是還真挺爺味 那你小花瓶怎麼打碎了呢 你 杜小鵝 不是老闆 小鵝你啥意思啊 是不是因為我剛才懲罰 你故意的是不是 老闆你誤會了啊 這個花瓶不是我打碎的 誰打碎的 是大海 不是也不是大海 是大風 我看你是瘋了 我怕你現在深能演啊 沒事在單位就說自己受委屈受冤枉 這要不是大海剛才去我辦公室舉報 是你打碎的話題 我還以為真的冤枉你了 大海不是向你承認錯誤 你管他跟我說什麼了 什麼也沒有用 扣500塊錢 別跟我默默掃掃的 大海舉報打碎花瓶者有獎 獎勵500塊錢 公私交 哎呀 我的媽 這都什麼人呢 小鵝啊 你開會準備資料準備好了沒 大明兒 你可說來了 我跟你說 你這是啥子的 剛才大序跟大海一頓冤枉 我老闆給我這頓臭脈 我怎麼這麼冤呢 小鵝好了 你先別急啊 就這個冤枉這個事吧 你得這麼看 有人冤枉你第一次 你可以忍著 有人冤枉你第二次 你還可以忍 有人冤枉你第三次 你就習慣了 那你要是我 你能習慣嗎 我習慣不了 那你拔了 啥也在這拔了 你放心啊 我絕對不會像他們兩個那樣 冤枉你 因為咱們兩個 是最好的朋友 是不是 幸虧有你大明兒 都坐下吧 你給我炸 還有臉給我坐下 今天這個會 就是為你而看 你不知道嗎 嗨群芝麻 啥都不是你 老闆我今天 咋的那一瞬就說我呀 我炸好了 那麼好 下面我們正式開會 由於西伯利亞寒流的來襲 我們六月雪冰棍場呢 迎來了歷史的最低應驗額 那麼我想請問大家一句 我平時請你們來是幹什麼的 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窥子 每個人都給我談談 老闆我是覺得吧 你給我鼻嘴來 大明兒先說 呃我想大家 對於這個原因都很心知肚明 就賴豆小蛾 大明兒 不是你怎麼也能冤枉我呢 在中國倆寒流也能賴上我呀 不是你天天在辦公室看韓劇的 要寒流能來嗎 老闆這個理由非常心想 非常合理 原來豆小蛾啊 我請你上班來 你給我看韓劇來了 我沒看 啥都別講了好不好 扣一千五百塊錢啊 從下個月工資裡扣 咋不扣我這個月工資扣呢 你這個月工資還有錢嗎 老闆 他們上班都掙錢 我上班還得搭點呗 小哥你要受到這兒的話 不得不誇獎你兩句 是這樣啊 你來到我們公司之前呢 我們一直都屬於 涼水都喝不上去 你來了以後 我們已經喝上金冠加多寶了 為了這個事兒 我覺得應該大家一起公布一下 老闆 老闆 那你說以後每天中午 我給你們一人乾一下昆仑山 你看怎麼樣 那可感情太好了 你給我上一遍是吧 你可呀 老闆啊 還有你們啊 我發現了 冤枉我已經沒有底線了是嗎 行 我今天我都跟你承認啊 今天早上 就是我說你長一下瞎爬的 你心愛的小花瓶也是我親手打碎的 我就是帶著一絲快樂 引進了西伯利亞的哈利 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壞最壞最壞的你們 你滿意了吧 你們要踢死我呢 你們要踢死我呢 太過門首次什麼意思啊 冷冷冷冷冷冷 別來我 冷靜 我這一絕我關在面臨上 別生氣 今天這些事兒 不能權貴小蛾 老闆 只要你能不生氣 只要你能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體 今天早上 說你像瞎爬子成精的人 就算是我還不行嗎 老闆 就算是我打碎的 那西伯利亞含流就算是我引進來的 行了吧 老孩子們呀 你們為了同時關鍵時候想要兩肋插刀 但是你們以為這是在棒的嗎 這恰恰是害了他呀 害了這個害群之麻 臭魚爛下 啥也不死 逗小蛾 好 那麼我現在宣布 你們三個人 從今天開始起 每個人每個月五百塊錢獎金 謝謝老舅 謝謝三姑父 謝謝四姨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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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你們 這個冒昧地問一下 你們說那個外人 有沒有可能是我呢 哎呀 我的媽呀 原來你們這還是個家族體 是不是 我啊一直以為 是因為我這個名字我被他們圓了 現在我知道了 你們這是組團忽悠我的 啊 那人不知道 看來我也待不客氣了 那麼好 我宣布 我辭職 你們一家人好好玩吧 啊 再見 再見 不實鬧你怎麼知道